针对连日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以及暴力冲击事件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 在8月15号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香港内部出现了问题 但事实上它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 已经是在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 解决香港问题 最重要的是 清除现在香港 在一些问题上 一些国家所长期持有的这种 这种殖民心态和冷战思维 不要利用香港最自由经济体的这样一种便利条件 把它打造成一个牵制 遏制中国发展的这么一个桥头堡 我觉得我们现在 把去殖民化作为一个核心问题 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认为其他的所有的香港现在出现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谈到近日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时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 法学院教授周平学指出 示威者在机场发生的非法集会 破坏机场公共设施 对内地旅客实施暴力 袭警等行为 涉嫌危害机场安全 最高可处终身监禁 此外 在机场阻止他人登机或不让他人离开 也已触犯了多重法律 首先他触犯了公安条例下的非法集结罪 其实也可能构成本港法律的像那种条例里面说的这个暴盾罪 你就是简单的举起双手 用身体来阻挡旅客离开机场或者进入他要去的区域 限制他人的自由进入 都极可能会触犯普通法下转的非法禁锢的罪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表示 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暴力事件 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 也是对香港作为法治社会的严重伤害 自香港回归以来 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限制秩序的基础 任何挑战国家主权 国家统一的行为 都是对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触碰 也是香港法律秩序所不能容忍的 面对严重的暴力和社会的撕裂 目前解决问题的唯一的途径 就是全社会要回到法治的轨道 守护法治 以法治凝聚共识 我看不出有比回归法治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或者是方法 我也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基本的共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